李宗盛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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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在场合荧幕上的弟兄姐妹平安 看我们今天差那么少女心 就知道今天是母亲节啦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庆祝母亲节 也要记得我们的妈妈曾经也是一位少女 她们都是有了我们才承担了做母亲的责任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不只要来敬拜神 也要对家众的妈妈说一句母亲节快乐好吗 现在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典 让我们给大神宣告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有一位真神 他命前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为要救赎你 圣灵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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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命中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围绕着属敌 生命的意义 尽在这部命里 只要你开头呼喊耶稣 耶稣是圣灵 一切万一的解答 耶稣是圣灵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用圣灵为喜乐 将去爬遍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为一的彷徨 耶稣是圣灵 一切万一的解答 耶稣是圣灵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用圣灵为喜乐 将去爬遍为力量 耶稣是圣灵为一的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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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born É 祂iner 祂蛙 祂 dared 祂 tried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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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请你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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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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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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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主 我呼求神节 神节 神节 为我主 我的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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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主 荣耀 为我主 遇到我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一听到这首诗歌都会感觉到 无论受到多大的苦难 都会有妈妈和这么一位上帝等我回家 此刻我们要感谢前父 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家 亲爱耶稣 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 给我盼望 给我一个永恒 你一家 亲爱天父亲 伤唤我 回到他面前 不再流浪 我看到家的光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 爱的家 喜乐充满 我的心 握不住赞美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 爱的家 天父张开 爱的双帝 我一生 属于他 亲爱耶稣 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 给我盼望 给我盼望 给我一个永恒 你一家 亲爱天父亲 你奢望我 你奢望我回到他面前 不再流浪 我看到家的光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 爱的爱的家 我爱的家 你奢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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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 属于他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回到天家 这是你所给予我们的应许 你说我们在爱子里 得盟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你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里 我们谢谢你 如今我们可以亲自呼叫你阿爸父 因为你赐给我们这舍罪的恩典 这给我们是多么大的安慰 多么大的祝福啊 愿这样子的祝福 更多人可以亲自经历跟体验到 也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 在现场或者是荧幕前面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深深地知道 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富宝座面前 因为不是我们多好 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公义 不是我们的表现多厉害 单单因着上帝的羔羊 耶稣基督流出的保险 洗净成为圣洁 因为你能在我们心中工作 知道我们真的是被你深深爱着的 不管现在的疫情是怎样 不管可能在我们的事业上 工作上面对怎么样的困难 问题 在家庭生活里面 不容易有一个秩序 当学校没有开课 当又要工作 许多的问题在缠绕着的时候 主啊 你在我们的心里面 深深地放下这样的确据 我们是深深被你爱着的 你在掌权 你在看顾 你也在施行改变 因此我们今天的敬拜 你是配得的 你是当得的荣耀要归给你的 愿你被高举 我们衰为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的 Amen 让我们仍然的站立 我们一起来诵读 今天的经文十诫 预备来 上帝把我们从罪的挟制中拯救出来 他吩咐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望称耶华你上帝的名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贪恋 请坐 我们谢谢敬拜赞美团 带领我们的敬拜 这是 敬拜上帝荣耀归给他的一个美好的时刻 现在是一个也是敬拜 奉献是表达了 我们对上帝的感恩 我们宣认我们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分钱 是他所赏赐的 那我们把他所赏赐的 来献上给他 所以如果你在荧幕前面 你可以scan这个QR Code 或者是用这个银行转账的方式 来奉献 现场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椅子的前面 你会看到一个QR Code 那不要以为没有摸到钱 就不算奉献 不是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 所以这也是一个奉献 那如果你已经奉献了 你也可以花点时间来感恩祷告 直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了 好 那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因为得获财的能力 是你所给予的 千山的羊 万山的牛 是你的 我们生命一切 是你所赏赐的 这是我们要宣认 这是我们心里面深深知道的 因此我们不管得着多少 我们要拿来荣耀你 要拿来感谢你 愿你自己继续地 按照你的应许 你是我们的好牧者 我们一无所缺 愿我们日用的饮食 你天天加添给我们 愿我们所需用的 你都知道 你必来预备 我们身心里一定会照顾我们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这一切 将这金钱献上 你来使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各位请坐 欢迎回家 记得是回到心灵的家 有时候是回到一个物质的家 就是到教会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那样 所以不管在哪里 我们抓紧机会彼此的联系 然后我也请这些的 在可能小组的里面 弟兄姐妹 在你的WhatsApp Group 在你的电话等等 彼此的加油打气 我们需要在这段时间 来彼此的鼓励 那样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与 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崇拜的 也可以请你麻烦 扫描一下这个QR Code 我们希望可以认识你 那如果你有一些代导师 现在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表达 那我知道 通常人是不太愿意表达的 尤其是华人 对不对 这个QR Code用了一年了 so far 你知道我收到多少个回应吗 猜猜看 一个 我们也为着这个一个感谢主了 但是我要请你们不要担心说 会不会暴露我的影 隐私还是什么什么的不会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为你祷告 真的 我们希望可以认识你 所以你放心的这个扫描 好 那我们就来预备心 我们就是接着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读一下 请听我读 对不起 我需要转过来看这边 在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 看这边好了 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今天的讲题是 婚姻的五大病毒 哇 原来不只有新冠病毒 其实婚姻的病毒 我要讲可能更可怕 OK 那样 所以我们今天是 若望传道 在我们今天中间来分享 那我非常的 感谢他 在我们当中 还有他的妻子 美娟姐呢 就为我们来翻译 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给他 感谢他 好,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 我们今天是谈婚姻的课题 但是我要对单身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在上帝眼中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 而且在教会能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上帝对你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美好的计划 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谈谈 怎样去认识上帝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使命 你怎样可以被上帝来使用 好,今天我们就谈这个婚姻的课题 就是婚姻的五大病毒 有人说恋爱的时候是男的讲女的听 在蜜月的时候女的讲男的听 结婚之后两个讲,个必听 一般上夫妻结婚之后都会经历以下的五个阶段 我们叫五个R 第一个阶段就是浪漫 特别是度蜜月和刚刚的几个月 大家对彼此的感觉都非常强烈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现实 然后在这段时间你就看清楚 原来你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你是这么慢的 为什么你是这么急的 为什么你挤牙膏是这样挤的 为什么你折衣服是这样折的 我们慢慢看清楚原来对方有这样多的弱点 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修理的阶段 我们尝试要改变对方 让对方能够适应我们 但是对方又不改的时候 又改不到你要的时候 就常常起冲突了 然后我们就进入报复的阶段 心里就可能有一些怨恨 或者是一些的苦毒 然后就用言语行为彼此的伤害 最后进入拒绝 有些人是离婚 有些人为了孩子 还是在一起 但是彼此已经没有任何的交际 和疏离了 我不懂已经结婚的人 你在婚姻里面 你的婚姻是哪一个阶段 可能我们都在里面来来去去 不管在哪一个阶段 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学习 在婚姻里面 上帝所设定的原则 都不会太迟 而且我们的婚姻 能够走向上帝 要我们走向了一个目的 刚才牧师已经为我们 读了这段经文 我请你太太用英文来读 我们来打告 Let us pray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话语 里面告诉我们 是你在创造的时候 设立了婚姻 并且你要婚姻里面 夫妻两人 二人成为一体 走向合一的反向 所以我们 求你继续地带领我们 今天早上 我们这里所有 已经结婚的 主啊 你提醒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里面 受到哪一种病毒的侵袭 也带领 单身的弟兄姐妹 也能够 看到这个也会影响 我们跟人的关系 所以都求你向我们 说话 我们感谢你 将这段时间向你交托 愿你来引导我们 心里向你敞开 愿意回应 奉耶稣基督 圣明祷告 所以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的反向 就是 我们要 两个人 要成为一体 虽然我们两个很不同的人 但是我们结婚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体 但是结婚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慢慢地疏离了 经历了刚才所讲的 五个R阶段 我们慢慢越 好像离开彼此 越来越远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病毒 造成这个的隔离呢 我早上就谈五方面 第一个是 讲到适应上的困难 第二是世界的 五五计划 人性的知识 无法克服困难 还有婚外情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病毒 適应上的困难 附近两个人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但是我们是从 不同家庭背景来的 所以我们有自己 做事的方式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 怎样彼此适应 就会造成很多的冲突 我们结婚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家庭背景的 不一样 在我家 是我妈妈 煮好饭 谁有空 谁来 就来吃 在我的太太的家 是不一样的 因为她有 八个弟兄姐妹 他们吃饭的时候 一定是一家人 在一起的时候 都来了 才开始吃 还要叫爸爸吃 妈妈吃 叫了 才可以吃 所以结婚之后 我就 有时候会跟他讲 我没有空 你先吃 她就讲 吃饭要一起吃的 所以 当然 我们就学习 怎样去调整 你说 照我的方法 比较好 还是照她的方法 比较好 其实我们要问的是 哪一个 比较适合 圣经的方式 所以我们觉得 一家人一起吃饭 一起的交通 这个是家庭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是决定 是一起吃饭 另外一个造成 事件上的困难 是男女的一些差异 在男女的头脑里面 的生理构造 有一个很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在一个婴孩 大概十多个星期的时候 就是在妈妈的怀抱 如果她是一个男婴孩 妈妈就会产生一种的荷尔蒙 她会经过一个荷尔蒙的洗礼 那么在这个洗礼过程中 她的左右脑的连线 变成很少 很少的连线 那么在这个洗礼过程中 所以这个女婴孩 头脑左右脑 很多的连线 所以你会看到结婚之后 这个太太 她的头脑 好像一个雷达 她在那边炒菜 她是头脑在zoom Yet the radar keep working 孩子在吵架了 All the children are having conflict 另外孩子又不做功课了 And the other one is not doing his homework 哎呀 垃圾还没有丢 Oh no the rubbish is still there 她全部知道 She's aware of everything 但是她丈夫呢 头脑没有什么连线 就是她是好像 头脑不是 radar 她是好像一个雷蛇 这样很集中 Yet for the husband he is not a radar But his brain function is like a laser 她回到家 她坐在那边看手机 And the moment he returned home he looked at his handphone 她就旁边发生什么事情 她全部不知道 And he's not aware of everything is happening around him 所以太太常常会 可能会讲 哎 你看家里 这么多事情还没有做 你就是在那边看手机 And oftentimes the wife would complain that there's so much to be done at home you only focus on your handphone 你都没有看到 很多东西 孩子要帮忙这些吗 Don't you realize there are much to be done you see look at the children's needs 但不是 我真的是没有看见 And the husband said I don't know any of this need 所以如果不懂得 怎样适应这种的 差异呢 就很常会造成 两个人的冲突 And without knowing how to adjust to such differences then you will end up in conflicts 当然另外一个是 性格的不同 And of course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一个急一个慢 也会造成很多的冲突 One move quickly the other slow then you end up in conflict 所以我们都会面对 这些适应上的困难 And therefore there would be this adjustment difficulty 上帝不是给我们疫苗 And God doesn't give us vaccine 上帝是给我们解药 He gives us cure 这解药是什么呢 What is that cure? 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接纳 That is to learn to accept one another 然后也有怎样能够彼此的互补 And how to complement one another 这是我们在婚姻课程 会更多来谈这些方面 We will talk more on this during the marriage seminar 因为时间有限 五个重点 不能够全部解药给大家 I'm not able to address all this at this point of time 好 第二个病毒是世界的5050计划 The second virus is the world's 50-50 plan 这个是我们进入婚姻 我们心里想 我做我的50% 你做你应该做的50% 我们加起来100% 那很好是不是? So this concept is about me doing my 50% and you do your 50% we put it together then we have 100% 意思是说 我期待你应该负的责任 你要做到 然后我也做到 我应该负的责任 那我们这家庭就OK了 meaning that I expect you to fulfill your part and I do my part and then that will be fine in our family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yet in reality 你的配偶是永远无法完成满足 所有的期待 your spouse will not be able to fulfill all your expectations 所以当你发现 你只付出40% when you realize the other your spouse only gave 40% 那我也不算 然后我也付出40% and then I'm not happy about it and I also reduced the 40% 你看到我也付出不够 然后他又只付出20% and so then your spouse reacted and say I'll do 20% 这样来来去去 然后我们都不愿意付出 in that way ultimately no one is willing to contribute 上帝的给的解药是 and the cure from God is 在婚姻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完成的卫生 that a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in marriage is that we commit ourselves fully 就是我们愿意付出100% that we are willing to give 100% 不管对方只付出50% 我还是付出100% regardless of our spouse maybe giving only 50% then I continue to give 100% 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 这种世界的50% 那种的问题 will then we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world's 50-50 plan 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 谈到钱的问题 when we do pre-married counseling and talk about finance 我们通常会问 这对的情侣 we usually ask this couple preparing to get married 在结婚之后 你们的金钱方面 房租 车的贷款 这些呢 你们会怎样分配 what is your arrangement after you get married to pay payment for the rental for the car and the rest of the expenses 通常这个男的 他说 我负责 这个还 房贷 就是 比较比较重的 比如说三千块房贷 我负责 那我太太负责 还车期 一千块的 我比较爱她 我付出比较多一点 usually the guy would say I will pay for the one that is more heavy maybe the house installment and then my future wife will pay for less which is maybe the car installment 但是买菜钱 因为她出比较少 买菜钱也是她出 and probably getting groceries she will also be in charge 那以后有孩子 怎么办呢 and how about when your children come 我出奶粉 她出pampers I pay for the milk powder and she for the pampers 这种就是一种 就是说 我付 我应该付的 那你也要负 你应该负的责任 and this is the attitude that I will take charge of my part and you your part 那这种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and what will this lead to 结婚之后 可能 她的薪水增加了 and after getting married probably your spouse salary increase 那你会想到 那你会想到 哇 我不起 我还到要死 你现在薪水增加 你能不能多还一点 and then you may be thinking it's so heavy on me to pay for the house installment why don't you increase your payment 所以你的 你的我的 这种呢 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so if the attitude is yours or mine and then this will end up in conflict 那我是鼓励他们 他们看到 他们所赚的钱 这个是我们的钱 we encourage them the salary that they actually earn they are to gather our money 所以还车 其实是我们的钱还 it is using our money to pay for the car installments 还物质的钱 是我们的钱还 likewise it's our money to pay for the house installments 那就只是说 我们要怎样 去budget它 so it is about how we do our budget 我们都完全地来 投入 在这个家庭里 that together we contribute to our family 第三个 这个病毒呢 就是无法 正确地面对困难 the third virus is a failure to work through difficulties 我们就很快看过 就是人生中 我们一定会有困难 和问题出现 in life there will be difficulty and trials 然后困难 并不意味 对你们婚姻出的问题 and that doesn't mean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your marriage 神容许困难 存在我们生命中 是有祂的旨意 and God allows difficulties in our life for 但是你对困难的回应 若不使你们分离 就是死 your response to the difficulties difficulties will either drive you apart or bind you together 在好多年前 在95年 那时候 我的第一个女儿 秋林刚刚 几个月 many years ago back in 1995 our first eldest daughter was just a few months old 那时候呢 我就因为 要做一个 去印尼 做一个短期宣教 两个星期 我去做短宣 I went to Indonesia for a short-term mission two weeks 因为孩子 长干几个月 所以我太太就留在家 and so my wife stayed home to take care of the young kid 两个星期之后 就回到KL and after two weeks I came back to KL 我们有机构的van 来载我们 and our organization actually would send a van to pick us from the airport 我太太因为两个星期 没有见到我 她非常想念我 and my wife ha haven't seen me for two weeks and she missed me 她就请一个朋友 驾车 载她去机场来接我 and so she invited a friend to please help drive the car drive her to the airport to welcome him home 我的那个朋友 是一个医保人 她不是很熟 对这个飞机场 this friend was initially from Yipo and he wasn't familiar with Suvang Airport 所以 她到机场的时候 她就驾进 只有巴士和taxi 可以进的那个地方 and so at the entrance point he actually took the lane that is only for the buses 那么 那我就 当我check out的时候 我走 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太太走过来 the moment I came out from the immigration I saw my wife walking toward me 那我就很惊奇 哇 也很高兴 看到她 I was surprised but I was happy to see her 然后我太太走过来 第一句跟我讲的话 the first phrase that she spoke to me 我们中沙漫 we were fine 因为有这个警察 看到这个车 走不应该走的 那警察就要开 沙漫 because the police was there ready to write that 沙漫 letter 那么我就赶紧 走过去 跟那个 警察 尝试沙梁 so I tried to discuss with the police trying to see what can be done 他说如果要沙漫 去 上面沙漫 and he said ok let's go up and talk 我就说我是基督徒 他要开就开 沙漫 so I told him no I'm a Christian if you insist to write then you do so 对了 就开了一张沙漫 and so he did that 我的这个 三百块 就好像 长了翅膀 开始飞走了 and so that 200 ringgit frew away 所以当我 坐进车的时候 the moment I entered into the car 心里非常的 可以说非常生气 I was indeed angry in my heart 那么 我很想 跟我太太 讲一句话 I wanted to tell my wife this phrase 谁叫你来 载我的 who tells you to come here pick me 还好没有讲 thankfully I didn't say it 因为讲出来 他的玻璃心 就碰 碰到一地了 if I did then her dedicate heart would be broken into pieces 那就不懂 什么时候 能够弥补 回来 我就不懂 I wouldn't know when that will be able to be repaired 所以我就不讲话 so I remained silent 然后 一边驾车 就一边祷告 上帝 这种情况 怎么办 and I was praying in my heart while I was driving 然后 上帝好像提醒我 你要 凡事谢恩 and God seender reminded me give thanks in our situation 我心里想 这三百块都不见了 还要谢什么恩 and I'm going to lose my 300 ringgit what is there to give thanks 我就跟上帝说 我愿意顺服你 我愿意 平心心 感谢你 yet I told God okay I'm willing to obey you and to give thanks 感谢上帝之后 我的头脑 比较能够 正常地 来想东西 and after I've done that my mind became clearer 我就想到 我太太又不是 为了种什么 来接我 对吗 and I thought my wife didn't come here to get that someone 她是因为很久 没有看到我 想尽快看到我 because she missed me so much that she wanted to immediately see me 难道我太太 对我的这份的爱 比不上 那个300块吗 doesn't that that love for me worth more than that 300 ringgit 知道 知道 and I said yeah it's worth it 然后回到家 我就跟我太太讲 上帝给我的提醒 是什么 and upon reaching home I shared with my wife God's reminder to me 你看如果在 那个困难当中 我就跟我太太讲 谁叫你来载我的 imagine if I were to tell my wife who tells you to come here 这个困难 就是我们分离 and this difficulty would actually push us away 但是当我们 顺服上帝的时候 这个困难 是我们更加紧扣在 所以记得你的配偶 不是你的敌人 remember your spouse is not your enemy 如果你在家里的话 跟你的配偶在一起 你告诉他 你不是我的敌人 if you are at home please tell your spouse you are not my enemy 第四个病毒 是婚外情 the fourth virus is extramarital affair 婚外情是什么呢 what is it 婚外情就是从 婚姻之外的地方 来得到那个满足 is extramarital affair is extramarital affair is about getting satisfaction fulfillment from some things outside of the marriage 它包括 活动之情 this includes activity's affair 就是一些的老同学聚会 而且是一些的爱好 不是说你去老同学聚会 就是魂外情 或者是爱好是魂外情 但是你从那边来 才得到满足 代替你跟你妻子应该有的时间 彼此建立关系的时间 I mean that if you are trying to find fulfillment from these activities in replacing from getting it from your spouse that is extra-merited activity affair 包括物质就请 including material affair 还有许多可能弟兄比较常见的 就是我们把满足感完成 能够得到那个满足感 and also most of the time men try to find fulfillment from our career 而且姐妹就把所有的经历 都换在孩子身上 where as for women wives we give our energy to our children 在婚姻课程的时候 我通常讲到婚外情的时候 when we talk about extra-merited affairs in seminar 我会问大家 谁有婚外情的请举手 I would ask the question any one of you have this affair just raise your hand 没有一个人举手 no one did that 但是当我讲完 这几方面的婚外情的时候 我再问谁有婚外情的请举手 and after explaining all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affairs and ask again the same question 很多就说 的确我有婚外情 and most of them would raise their hand and say yes I did 当然最后一种 是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那个第三者的婚外情 of course the last one is about love affair the third party 这些都会 成为威胁你们婚姻的这个病毒 these would become something that would threaten oneness in your marriage 那今天呢 我还要再谈一个 就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在面对的 一个婚外情的威胁 there is one more that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all of us are facing the same thing 就是我们的手机 that is our handphone 有一些 就是比较有问题的是 我们用从手机里面呢 来看一些色情的 从那边透过色情的东西 来得到满足 and sometimes it is from the handphone looking at the pornography that we try to find fulfillment 或者从video game那边 来麻醉自己 or by playing the video game to numb yourself 可能有些姐妹呢 是从 这个网络上 shopping 来 来满足自己 and for ladies sometimes I would try to fight fulfillment by doing online shopping 你一跟丈夫有什么 闹别扭 心里不高兴 就开始shopping了 and if there's any unresolved conflicts then you start do your online shopping 这个是 比较严重的问题 and this one is more serious problem 但是 一些比较正常就是说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社交媒体上面 but a more general one is we spend a lot of time on social media 以致我们 互略了跟我们的配偶 去花时间去沟通 或者是建立关系 to the point that we actually neglect the time to spend with our spouse communicate and therefore we need be careful about this 所以这个解药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cure 就是我们要设立一些 比较健康的界限 that is to establish some healthy boundaries 所以 比如说 我们不管怎样忙 我们每一天 大家都要设定说 我们有15-20分钟时间 夫妻一起谈谈 for example regardless of how busy you are that you would set aside at least 15 minutes a day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spouse 那最后一个病毒 是我们人性的自私 the last virus is selfishness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all of us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hich of us turn to his own way 所以我们 这是我们 随便信主之后呢 常常 我们的自我是在神面的宝座上 although we may have received Christ but oftentimes the self is on the throne of our life 那么 这个自我呢 其实是 最original的病毒 this is in fact is the original virus 因为自我 才会变异出 刚才前面讲的 四种的病毒 it is because of these that we have the mutated viruses of what we mentioned earlier the four kinds 因为自我 在我们两个人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要求对方 照我的方式 because of selfishness that we begin to demand of our spouse 因为自我的时候 我们就用世界的那种 五十五十的那种的方式 and also out of selfishness that we apply the world 50-50 plan 因为自我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 怪罪对方 所以叫你来载我 怪罪对方 because of selfishness that we would blame our spouse and ask why did you come 因为自我的时候 我们 可能婚姻有困难 我们放弃的 我们从别的地方 来得到满足 and because of selfishness also we give up of our marriage and we find fulfillment from something else 所以这个 其实是 最重要 要我们要处理的 病毒 and in fact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virus that we need to arrest 所以我们 就是需要学习 过一个圣灵充满 让耶稣基督 管理我们的生命 Therefore we need to live a life that is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to allow Christ to take control in our life 在婚姻课程 我们会讲到 我们各个 所面对各种的挑战 我们怎样应用 让耶稣 作主的一个生命 and we would actually address how we can apply and use his principle in our marriage 在我们结婚之后 刚刚结婚的时候 when we first got married 那时候我的一个想法 是我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 project已经完成了 my thought was that I have accomplished the most important project in my life 我太太嫁给我了 她应该是不会跑掉了 my wife has married to me and she would not run away 然后就瞞着 其他的project了 and then I begin my other projects 教会的服事 serving in the church 这个 公司里面的一些 的应酬 and also entertainment in the office 我又是师班的 班员 and also I'm the part of the choir 特别是圣诞节 到我们 哇 几乎都一直在练十个 and especially prior to christmas we would have a lot of practices I love to play badminton but not my wife soy一个星期三 四个晚上 我都不在家 and it would be like three or four nights that I wouldn't be at home and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 I would just sit in front of the tv and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 我太太坐在旁边 常事跟我讲话 我还 一个很好丈夫的 方式跟她说 你先去睡吧 不要等我 and when she was trying to sit beside me wanting to talk to me I would tell her go and sleep first don't have to wait for me 那时候 这种自我 不是我知道 但是其实我是很自我 就是想到我自己 I wasn't aware of this selfishness I was thinking about myself only 后来结婚 四年之后 我们集会参加 一个婚姻的课程 and it was at the fourth year of our marriage that we managed to attend a marriage conference 在婚姻课程里面 我才发现到 我们原来结婚之后 我们继续地 来耕耘 来建立我们的婚姻 It was then I realized of our marriage 所以我那时候 就开始 才跟我太太 开始有约会 It was only after that I began to have dating with my wife 而且是每一天 都有 尽量能够有十五分钟 一起沟通 一起祷告的时间 and also trying to have about fifteen minutes of communication and prayer with her 然后 当然我们也学习 怎样 处理这种 不同的病毒 我们都在 很多的调整当中 and of course we learn how to deal with all the various kinds of viruses in our marriage 以时到我们 已经疏离了 这种婚姻 慢慢又走到 越来越合一 that the situation in our marriage relationship from isolation we come back to towards oneness 那关键就是 让自我 放下自我 让耶稣 在生命中 做主 and the key point is to let go of that selfishness and to allow Christ to be in the throne of my life 所以我们等下 应诗歌 会再唱回家 and we would sing the response song the last song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 让本来是 上帝的家 我们变成 to be the lord of our heart 当父亲两个人 都让上帝 在我们的心 做主的时候 and when both husband and wife are willing to do that 我们的家 才能够成为 上帝做主的家 then would our home become a home that is being in control by God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 us pray 天父上帝 我们 今天早上 所听的 对每一对夫妻来说 可能都有 不同的地方 需要 被你提醒 所以我们就求你 带领 每一对的夫妻 每个家庭 我们都有一些 的行动 一些做出的改变 更是帮助我们 都愿意学下 放下自我 让耶稣来做主 靠你的力量 我们来建立 关系 所以愿你来 继续的带领 赐福 引导我们 在这个星期里面 去经历 我们靠你来得胜 我们将来祷告 交托 奉耶稣基督声明 那么请敬拜 敬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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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爱的家 记得充满我的心 握不住赞美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爱的家 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是在家里面的 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 来一起的拥抱祷告好吗 就是需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因为太多的分离的因素挑战 会渗透进入夫妻进入家里面 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坚定地在上帝面前立志 放下自己 让主来掌权 所以在家里面呢 可以真的是手牵手抱在一起来祷告 在这里的如果夫妻在一起 也可以手牵手来祷告 一家人在一起的可以 我们一起开身祷告好吗 将自己的家 将夫妻关系 交托仰望在神面前 愿他得荣耀 愿我们的家 我的婚姻 见证基督如何爱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谁带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一起帮助我们的家需要你 我们的夫妻关系需要你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承认何等的自我 自己有意 主啊 我们向你道高 因为你的怨恨 因为你的怨恨医治 有许多可能也面临破裂 可能已经破裂 在这些的关系中 求主修复 求主带领 求主帮助 感谢 我们知道不是外在的病毒可怕 但是我们内心的病毒更可怕 求主移植我们 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主啊 我们要向你祷告 原来不是外在的COVID-19可怕 原来是我们内心的自我的病毒可怕 这使得我们人与你分离 也使得我们在你所赐予的 这个夫妻关系 家庭关系当中分离 我们求主正式来医治我们 其实你早已经医治 你早已经赦罪 早已经涂抹 这是你爱子的保鲜 但主啊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要怎么做 是让自己爬回自己的 心中的宝座 自我掌控 还是我们完全顺服 降服在你面前 这需要你的恩典的 是的 主 为你的圣灵使得我们知罪 为你的圣灵的感动 使得我们愿意臣服 因此主啊 你大能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 赐福给每一位做丈夫的 每一位做妻子的 都从你的圣灵得着能力 愿意从心底的里面 降服于你 并且好好地经营 建立夫妻关系 愿意带领保守家庭 带领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交托他 交托我们自己在你面前 愿意我们真正地享受 已经回到家的福乐 回到天家 要回到主的面前 主的里面的这个福乐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感恩祷告 阿们 鼓掌 感谢爱我们的主 给我们解药 感谢主 谢谢 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的敬拜 以下是报告的时间 那我们再次的是要恭祝 每一位的母亲们 辛苦了 母亲节快乐 我们一个鼓掌鼓励 感谢这些母亲们 这么多年来的付出 那样 我们相信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对吧 母亲们 不要有天讲我付出这么多 你还不听我的话 你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使他能够成长 有一天 我们的孩子是长大成人的 他需要面对自己的生活 他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们真的有一天要放手 把他交托在主面前 那样 不管如何 母亲们辛苦了 祝你们快乐 下一章 我们继续地欢迎大家来参与 就好像刚才我提到 欢迎大家扫这个QR Code 把代祷事项放进来 我们看怎么样的方式 可以来为大家来祷告 那也请大家留意 我们每一次的周报 Bulletin 周报后面部分 都有一些代祷事项 所以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有一些名字 也在上面好久了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了 就是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我们不知道病如何得医治 但我们就是向神祈求 愿祂的心意成就 愿祂的医治安慰 会领导这些的病痛的弟兄姐妹 还有他们的家庭 新朋友 欢迎你留下一些的资料 那这个要报告一下 因为Covid-19 最近我们知道 已经是相当的紧张 那政府也可能随时会改SOP 所以就请大家留意 我们就是留意 这个教会的这个WhatsApp 那如果你发现到 你是也想要继续参与 我们的教会 然后或者你已经是会友 你发现 怎么我没有在WhatsApp群组里面 记得提醒我一下 可能会漏掉 还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透过WhatsApp 来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所以请你留意 随时会有调整 那下个礼拜祖日呢 是由牧师我来讲到 讲到的是 这个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最后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 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良脸 赐你平安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the Lord turn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May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 Amen 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赞美主 与我们同在 各位再见 感谢赞美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主